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往下说的话 那就可以说我们就把这个装饰器的这个设置方法呢给去写先 使用这个装饰器呢是用来设置属性 对应 对应设置属性操作 然后呢接下来看一下 那也就意味着说刚才咱们做的工作 我给大家去引了这么多的一个原因就在于 我想把关于密码设置的操作 给你这样的一种函数行为 是不是给你变成一种属性的操作呀 对吧 所以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给你构造出来一个虽然在对象当中不存在的属性 但是我给你构造出来一个叫password 然后呢接下来我想做的工作 就是用户在进行在这个试图函数当中进行调用的时候呢 如果你想要设置密码的话 不用再通过这个函数了 而是通过谁呢 通过我给你新补充来的属性password 你直接把用户的这个名门的密码 从上载过来的名门密码呢 直接设置到这个属性当中 然后紧接下来 这一步操作就遇到我在类里面所封装的这么一种函数行为了 然后在这些函数当中呢 去进行加密处理 并且把数净给你保存下来 这点大家有没有意思吧 然后咱们先来看一下 那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说这个函数 刚刚刚写出来的 被一个sider装上器装饰的这个函数 要做什么工作呀 是不是刚才这句话所做的工作呀 就是它吧 那我就直接 直接把这句话呢 给你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直接放到这里来 就可以了 就相当于我要对它进行加密操作了 好 我把底下这个东西呢 就给你除视掉了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回过回来 当你在前面的预算 你给我传了一个值的话 这个值呢就遇到的是value 所以把这个圈去写一下 这个是设置属性 value是什么东西呢 value是设置那个属性的值 设置属性 时的数据 那就相当于最终操作的时候呢 就相当于是可以通过 user.password word等于这样的xxx 等于这样的值 然后呢value就是这样的xxx value就是 这样的xxx 这样的值 好这是关键点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这个value也就遇应的是原始的名门密码吧 对吧 原始的名门密码 也就是用户的那个密码 那我们把这个密码直接拿回来 是不是要调用谁呢 调用webzog里面的这个函数吧 调用这个函数呢 给我进行相对应的加密操作 加密操作之后呢 它会过反过来一个结果值 那我这时候这个值放在哪儿 直接保存到对象里面的password的hashi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 就是对于刚才这种方法的一个进一步的封装了 所以那你现在看一下 我回过出来 当我在这个地方调用webzog点password 等于password的发法的时候呢 那实际上保存的数据 就最终保存到password的hashi 就是这样的操作 这是独具属性时 独具属性时被调用 好 这是关键点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刚才呢 咱们在右边的这个地方写完了 形成之后 那上面的这个读取操作的时候呢 到底要返回什么值 跟我们有关系 也就是说 你到底说 让用户在操作 优色点password这样的一个属性 往外去读数据的时候呢 你想让他读到什么样的数据值 就读到什么样的数据值 那你现在来看 在咱们的这个应用产品当中 在咱们的应用当中 我这个password对应的属性 归根到底实际上是对它的进一步封装吧 对于一个加密结果封装 那你说我需要在 我有没有可能有些地方 要用到优色点password 我还读数据啊 有这样的应用场景吗 没有吧 对吧 说没有这些数据 验证的话也不是直接操作谁呢 我们也是直接通过一个函数的方式 通过哪个函数呢 通过这个checkpassword的方式 直接把password 哈希这个结果值传进去 就可以了 我们也只是进行的对比 这个对比的话 读取值的时候呢 也是这个函数进行的利用 而不是说我们可能没有一个应用场景 是直接操作优色的对象 然后呢 drpassword 你想把它的这个结果值拿出来 有什么意义吗 你拿出来的时候 这已经是一个加密结果值了 你还要反对回来吗 反对不回来啊 所以相当于 如果你在这里面 没有什么意义的情况下 那好了 这个函数你必须的还得去写 还得去写 原因就在于我得用这个函数 跟加装器之后 产生出来这么一属性之后 才能去做设置操作 所以 所以哪怕你这个属性 你现在想不出来 反为什么值的话 这个函数也必须放到这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既然 我在去读取的时候呢 反为什么值都不太 没什么这样的意义的话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它给你注视掉 注视掉之后的话 我不反回去了 干脆不反对的话 我做什么工作呢 我把这个东西呢 给你变成一个叫做 只写的属性 也就是说 这个password 你只能去 去设置 但是呢 你不能去读取 那这样的话 怎么不断呢 在它的读取方式呢 我就给你抛出一个异常 我以异常的方式来告诉你 你现在读取它 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呢 抛出什么异常呢 抛一个attribute attribute 这是不代表属性的意思呀 attribute 对吧 这是我说的 因为我决定不了 给你反回什么值 而且也没有任何场景意义所在 没有意义 所以呢 你再去操作这个异常的话 我就给你抛出异常 就代表你做这个东西呢 没有意义 给你抛出一个属性的错误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面呢 可以给它传参数 传什么参数呢 这是一个指数的值 这是 这个属性只能设置 这个属性只能设置 不能读写 我们给你做到这样子 做到这一步的话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现在是已经完整了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如果你觉得你所这个属性 最终我在进行使用这样的什么 读取这个优势点password的时候 就相当于我拿到一个对象 拿到一个对象的时候呢 不仅想要进行设置 我还想要去读取的话 那你就再去 想要进行这样的读取 可能说是a等于这样的变量 那我读取这个值的时候呢 你对应的这个方法 就必须得反回值了 那时候再根据你最终的 你到底让别人读取你属性的时候呢 反回哪个值 由你那个场景来进行决定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好 这是关于这样一件操作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设了 设置完成之后 那我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在左边 是不是就可以通过 user.password 把名文的名义传送过来 它就会掉到这个函数 紧接下来password的哈希 是不是就有了 password的哈希有了之后 那我看一下 我左边在这个适数函数当中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 把user对象往过传 接下来继续开展工作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这样点吧 所以那现在呢 这一步我们就给大家补充完了 补充完成之后 回过头来 咱们呢就可以去测试一下 对应的状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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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